第三个 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条直线相互平行 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条直线相互平行 你看你看你看 你先想好事啊 这个好事为什么存立了 在平面内 如果在平面外呢 请看墙角 是吧 请看墙角 这看不见应该看那个 对了 这条其实我们可以笔画出来是吧 看大家看 我这条红笔 是不是垂直于这两条蓝笔 结果这两条蓝笔怎么样 又垂直 它还可以不垂直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这个 所以错的 第三个 第四个 如果两个平面垂直 那么在一个平面内与它们交线不垂直的直线 与另一个平面也不垂直 对吗 两个平面垂直 看 两个平面垂直 现在垂直了吧 在一个平面内与它们的交线不垂直 那是不是就这样的线 能看到吗 那与底下那个平面垂直了吗 没有 是吧 这是第一个题 一圈一圈三是错的 所以选圈二和圈四 本题应该选对 是吧 第二题 A B C表示三条不同的直线 外表是一个平面 下列命题中 第一个 A平行B B平行C A平行C 这是不是典型了平行公里 必须成立 是吧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 A垂直于B B垂直于C A垂直于C 刚才已经否则它了 同垂直于直线的二直线 是吧 不可能说平行和垂直 还是很多种情况 第三个 A平行于平面Y B平行于平面Y 那么A就平行于B 昨天是不是刚讲过这个事 看 平行吧 与D面平行吧 与D面平行吧 那于是这两条线 是不是可以垂直平行 任意的 还可以平行吧 就是 第三个是错的 第四个 A垂直于Y B垂直于Y A平行于B 垂直于同一直线 垂直于同一平面的二直线 平行不平衡 平衡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朝阳区的 果然是真 刚才这题是不是选E4 选C是吧 因C 好 第三题 平面α和β交于EF AB垂直于α C对也垂直于α 垂直分别为B对 且AB不等于C对 注意 这两条 编长数不等 如果增加一个条件 就能推出B对垂直于EF 给出的四个条件当中 哪个不可能 我们先看第一个 AC垂直于β 如果AC要垂直于β的话 那于是AC是不是一定垂直于EF 如果AC垂直于β 那么AC垂直于EF 那EF是不是又垂直于C对的 那于是EF是不是垂直于ABCD当中的相较二直线了 所以正线和面垂直 一定是在面里面 是不是找相较二直线与线垂直的 所以第一个对不对 对 对的 第二个 AC垂直于EF AC垂直于EF和AC垂直于β 刚才我们是不是吹出来的 这EF垂直于AC EF垂直于AC EF又垂直于C对 所以EF垂直于ABC对 是这样的吧 第二个也可以 第三个 AC与B对在平面β内的正投影 在同一条直线上 AC和B对的正投影在同一条直线上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ABC对这个平面 与β平面怎么样 吹着 那于是 这可不可以 可以 一二三都不行 所以是不是只能选 对了 所以说这是 第四个是错的 是吧 翻过来 我们看第二 今天的立体几核 应该是所有空间 立体几核里面 最难讲的一个东西 我们先把知识体系 框架结构建构起来 是吧 好 看下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怎么正线线垂直几种方法 想起来了吗 四种 怎么证明面面垂直几种方法 两种 实际上垂直讲了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留给下面的老师讲 还有什么没讲 线线垂直讲了 面面垂直讲了 是不是线面垂直 好 我们来看 这应该是第四个问题 是吧 线面垂直 线面垂直有几个办法呢 还是四个 线面垂直 还是四个 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 如果直线垂直 与平面垂直 相交的直线 那么 直线垂直平面 这条刚才是不是 刺穿一张纸 出来的就是线面垂直的判定 而这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条 第二个 第二个 如果 注意 两个平面垂直 如果两个平面 垂直 再一个平面来 垂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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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的直线 垂直于 另一个平面 两个平面垂直 在一个平面来垂直 垂直于 垂直于 垂直的直线 一定垂直于 另一个平面 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看 黑板和天花板 垂直不垂直 垂直 黑板和地板 是不垂直 我 现在是一条直线 我退到了平面内去 大家看 我在黑板这个平面内了没有 在 然后呢 我以黑板 以地面的胶线垂直了没有 垂直了 那于 我以地面 是不垂直的 明白吗 就是从面面垂直 退到 线面垂直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可以拿这个 讲义 来做一个例子 是吧 得用你们这种讲义是吧 比较厚 看起来比较舒服是吧 垂直不垂直 垂直是吧 现在在一个面内 垂直于胶线的直线 你看啊 刚才我举的是竖子的 现在我举 这样子 我只要这条直线 在这个底下这个面内 然后又垂直于这条胶线 胶线是不只有一条 那于是 我这条直线 与这个平面是垂直的 对 能想过了吗 这个很好想是吧 第三条 我们用图形来说明一下 就可以了 同学们看 我有一条A直线 垂直于平面α 看 如果A垂直于α 而我B呢 又跟A是平行的 且B平行于A 那么我就一定可以得到什么 B垂直于R 对了 B垂直于R法 这是正线面垂直的第三个办法 我们来看 对线面垂直的第四个办法 对线面垂直的第四个办法 大家有没有吃过麻辣烫 麻辣烫的就是一根竹签子 穿着两个土豆片 首先你想想 这两个土豆片之间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它是平行的 好 两个竹签是平行 现在这个竹签子呢 现在这个竹签子呢 以一个面是不是垂直了 那它以另一个面一定垂直 对了 我们说 如果 L垂直于R法 R法呢又平行于β 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得到L垂直于β 所以你在吃麻辣烫的时候 你一定要吃一下这个土豆片 然后就想到了 老师讲的 线面垂直一共有四个办法 一二三四 最常用的是哪个 第一个 懂得意思了吧 好 我们打开讲一 下面来看V二 所以体系全部讲完 线线垂直四个方法 四个地理 线面垂直四个地理 面面垂直两个地理 垂直的十个地理全部讲完 高考 它考八千个题 那一定就是这十个地理里面 考出来的 垂直的 八千个题 举例而已 在三轮堆P-ABC当中看图 PB等于PC AB等于AC 证明PA垂直于BC 如果是初学者看到这个题呢 应该是要崩溃的感觉 是吧 你说这两条直线都不挨着 你怎么能说它垂直呢 P-A-B-C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的垂直 不再是平面内的垂直 而是空间垂直 能想过来吗 好 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是什么呢 题目中的已知条件 P-B等于PC 看 然后呢 AB等于AC 一瓢等于一瓢 两瓢等于两瓢 你现在要证PA垂直于BC 那于是 所以线线垂直 进退 昨天讲过了吧 你要证线线垂直 我可以进到线面垂直 线面垂直 我还可以再进 进到面面垂直 可不可以 但是这个呢 我们没有必要走那么快 考虑 你说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也相等 是吧 是不是延然是我们的这个图 对吧 然后呢 我要证PA垂直于BC 我要么就证PA垂直于BC所在的平面 要么就跟BC垂直于PA所在的平面 谁 过P做谁的垂直 做BC的垂直 过P做BC的垂直 然后呢 过A做X的垂直 你看 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做两垂直 这两个垂直要重合 你是不是得重新再 不是取终点 对啦 这个同学急聪明 看见没有 有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是好的 拿出来 咱们再修订一下 这就是解法了 看 你两个垂直不一定重合 但是我要取终点 他一定重合 一定垂直是吧 同学们 BC垂直于AM BC垂直于PM 那于是BC就垂直于AM和BM所在的这个红面 看见了没有 那于是就垂直于这个红面里的任意的直线 直线垂直平面里的相对要直线了没有 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书写的规范性 好 我们看一下 书写应该怎么写 取BC的终点怎么样 M连 对AM 因为PB等于PC 所以我们的PM垂直于BC AB AB等于AC 所以AM垂直于BC 注意啊 解题的时候有一个关键 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是把你需要的关键步骤 都用铅笔把它标出来 在月件的时候 这不算是做标记 但是能给老师一个赏心悦目的地方 如果你在高考当中 你这个地方全都标出来了 而你出现了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写 本来应该写BC是吧 结果你写成了BG BG 这时候我们认为是一处比误 在高考月件当中 一处比误我们不扣分 因为你整个意思整个框架是很清楚的 而你的重点又很突出 就是你先给老师留一个好印象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错了 我可以全部把分都给你 我也可以一分都不给你 那我全写 真是给你一个笔物的机会 是吧 你不是说我全笔物是吧 你名都写了笔物了 好 所以 这个地方并没有论述完 还要论述什么问题 直线垂直平面 直线垂直平面的香蕉而直线 哪两个字很关键 香蕉 好吃 P-M 交A-M 是不是应该等于M 所以 B-C 垂直于面 P-A-M 所以呢 B-C 垂直于P-A 这是最规范的一个书写 这是 例二的第一个题 好 同学们体系建立起来了没 线线垂直 线面垂直 面面垂直 一共十个定理 我们看第二个题 如图二 在正方体ABC带ABC带ABC带E当中证明B带E垂直于面 L-L-L-E A check the ocean A-B-C 垂直于面 A-B-C 视線索 Policy带E当中评定 A-B-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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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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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